大家好,今天是8月4日 今天早上有很多人在等 阿爺的公布以為可以打擊掃 阿爺怎會打擊掃呢? 一定要看政策,阿爺會學習的 在2008年、2009年曾經4萬億 來到舊市 這時候就搞到泡了 所以這個情況一直都說 是不會大水萬灌的 都已經說了不會大水萬灌 市場經常都說 你灌吧,灌吧,灌吧 你浸死我都行 這件事不可以的 阿爺的政策不是這樣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 阿爺想和你改 就慢慢改好了 耐心一點 耐心一點 其實很多股票已經很好的了 不過買不到而已 我們看看北水的時間 就這樣來了 延州都是日升日跌 其實是炒本格 沒有法指的了 再其次我們看看 會是去到什麼呢 看看今天的板塊方面 板塊方面都是大牛龜的板塊 銀行都可以的 地產都可以的 即是說 基本上不會被灌太多 基本上不會被灌太多 其他煤炭 那些也就知道他 黃金跌下去也不要緊 是不是 就是這樣了 再其次我們看完之後 就看個別個股 個別來講 螢庫基金是整體升了1.1% 這個不是起今早10點之前的升幅 這個已經去到大約是12點 現在的升幅 都還起到 即是說 因為那個政策宣布 市場上認為 就說 沒有了道 連沒有了道 都還升1.1% OK了 好嗎 好了 延州再跟著 恆生中國企業指數 升了1.5% 波及股股指數1.9% 個別股票的時鐘 就是 銅美團升了2 其他都是好 0.0.0.0 快手還有一個業績的問題 阿里巴巴 比較上面這幾段時間 阿里巴巴是受到多些追捧的 就是基本感了 我們看看旗子 旗子的時候 升上去 升上去 現在要升上去 最主要有一件事 不要穿保利加通道中族 守住保利加通道中族 在19275到這個位置 19275 再下一點 就是守住192 如果真的下來的話 守住192 上面的頂位 真的好不好了 都是頂著保利加通道的頂位 就達202左右的水平 中短期應該在這裏培會著 我們說短期的 就是在兩三天之內 中期 都是頂屋不超過一個星期的了 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呢 留意食藥 同仁堂科技 同仁堂科技 為何要留意一下它呢 走勢 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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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在這裏培會 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